哇,這色料這麼漂亮 你是不是帶我們來吃HIT呢? 是的,這間餐廳住在百年島自豪天 哇,意大利甜品,我最喜歡的 不如我們先挑蛋糕吧 好啊 這個殿堂級的意大利糕餅品牌 已經有過百年歷史 品牌全成三代 一直堅持以意大利傳統手藝製作甜品 而他的第三代傳人 更曾經獲選為全球一百位最佳甜品大師 全個意大利只有六個人有這個樹榮 好厲害的 今次他們推出的三層Sparkling下午茶Set 每層各有特色 全部都選用經典意大利材料精心炮製 三層架包括自選手工蛋糕 精選雜錦手工mini tart 和兩款咸點 還可以簡配意大利氣泡酒又或者咖啡 這麼豐富的下午茶 絕對適合和三五知己 享受一個充滿意識風情的午後時光 首先是第一層的鹹點 經典的龍蝦迷你牛角包 和鮮味爆燈的北海道帶子魚子醬迷你 tart 真是一視難忘 我平時都喜歡吃煎帶子 但是煎帶子我真的第一次試 好啊 很好吃啊 因為它加了一層炭 它就變了有種脆的感覺 然後它上面還鋪了少許魚子醬 所以整個味道是帶出了鮮味 而且又有不同的質感 另外這個龍蝦和牛角包非常之配 因為龍蝦肉很嫩滑 加上牛油味很香 所以非常好吃 第二層的手工迷你 tart 款式更多 漸漸都好像藝術品那麼精緻 麻雀雖小但口感豐富 細細擔飾,夠了Lady 好啊,吃甜蜜了 我最喜歡的了 我看到很多 tart 我自己很喜歡吃 tart 而這裡有個很特別的 是開心果的 tart 我平時都很喜歡開心果味 不過今次我想試這個忌廉桶 這個很特別的 一般的Canoncino 一定要嘗嘗 我的 tart很鬆脆 而且開心果味很出色 加上一層忌廉 整件事很忌廉,很鬆脆 所以很好吃 而我這個,它很重的牛油味 但是它是很豐富 裡面還有一些吉士 所以搭什麼呢 有一點點甜蜜 有一點濃厚和重的 芝士味真的很搭 有一點點甜蜜 你選擇誰 我選擇雜果的 好,我選擇這個檸檬塔 你看顏色,燒到有一點… 很漂亮 對 我以為它只有一道檸檬塔 但是它有這個忌廉 它是蛋白的忌廉 而且我知道它的忌廉 是用意大利麵粉 所以它是特別香的 它的忌廉真的做得很鬆脆 我這次這個有些吉士 它偏甜一點 我有一些雜果 它用了黑莓、藍莓和草莓 它加在一起酸酸甜甜 然後有一個很鬆脆的檸檬塔 很好吃 朱古力的了 來吧 我這個就是一個沙卡塔 我的味道 朱古力的味道是很突出 和很濃郁的 濃郁得有一點像香蕉 然後上面就有一層朱古力的濃郁 很滿足 我待會也想試 我這個不是朱古力 它是一個咖啡味的塔 即是Cappuccino類的 裡面的espresso味道又很豐富 加上上面的朱古力品又很甜 所以它是有一點點甘甘又甜 非常適合 最高這層是別出心材的手工蛋糕 分別是鮮果吉士千層酥 和栗子蛋糕 可以說是甜品大師Giovanni Pina的傑作 是他們品牌 好品牌的甜品 這是我最喜歡吃的蛋糕 嗯 而栗子平時很少可以吃到 因為它是很季度的材料 所以有栗子的味道 我一定會試的 哇 我的栗子味道 這個蛋糕很濃郁 它上面的配料都很酸 下面的Sponge cake 又柔軟很配 嗯 我這個千層酥 我明白千層酥家 是一層層的酥皮 中間就夾著一些筆子 所以整件事吃下去 是很有層次 也不是太甜 好吃 嗯 不單只有這麼吸引的甜品 它們也提供各式意大利佳餅 以另一角度感受意大利風情 芝士流心沙律 水牛芝士柔軟純滑 奶香濃郁 再配上新鮮的蔬果 還有備製的蘿辣 有意大利醋 酸酸甜甜 特別開胃啊 意大利飯是意大利其中一款國民美食 這款帶子露筍魚子醬意大利飯 用了清甜的北海道帶子 配以魚子醬配增鮮味 意大利米在烹調的時候 已經吸收了醬汁 味道相當豐富啊 說到意大利Signature的食物 怎會少得意大利麵呢 這款大虎蝦番茄意大利扁麵 是採用了相當有彈性的手工扁麵 配上鮮味十足的虎蝦 搬上車來茄 絕對不用錯的啊 意大利人對薄餅的用料烹調十分講究 所以品牌請了由先級名處 Severio Massari 用一條煮來他們的薄餅 運用意大利優質的麵粉 每天新鮮焗製 而這款經典拿波利薄餅 採用銀魚柳 水牛芝士 車尼茄作為主要餡料 一口咬下去 外層香脆 內層素軟 正啊 吃薄餅 這個是拿波利薄餅 嗯 哇 我知道這個薄餅是用意大利麵粉做的 嗯 所以它很鬆啊 而且有點Crispy 嗯 我呢 就喜歡它除了用了莫茲萊拉之外 它還加了這個水牛芝士 所以呢 鹹鹹地 然後又鹹鹹地 好夾了 是啊 很棒 這裡不單有高水準的意大利甜品和美食 它們純手工製作的蝴蝶酥也相當出色 還有很多味道可以選擇 臨走前 數多一盒回家校警媽媽 等她都可以試一試 怪乳 是啊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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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